所以他名字其實我上班有提到的是 那個到底我要拍到多少人 或是到底我要做什麼樣的事 都我覺得他的重要性沒有在 我在記錄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都會寫我會特別有幾場 我會寫我的心得 就是我在那個場域發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我的感想是什麼 我會寫下來 我覺得他是最珍貴 然後還有跟人互動的 然後他老師好像說 我怎麼會做音樂創作 就是這個被子 因為我是高中所開始寫的歌 但是他高中就是那種小錢小愛啊 就是聽的歌也是那樣 然後寫的歌也是那樣 然後後來那年期我在台北 兩年前 2011年我在台北一歲街做劇場配樂 對然後這個之後我就開始 做的音樂會比較 不那麼的耐霧的想像 對就開始 也是剛好我遇到一些逆敵 還有接觸到的東西 一直開始做這類的東西 其實像包含我不要和電三種歌 本來也是 不過就失戀了 就是三年之間的歌 對然後後來就 今年才把它改變成 對因為我覺得他的 他的那個情緒本來就是有一種 你把它改變成不要 就愛情 真的 對 我大概是 我高中那個時候就寫歌 然後 也是 我覺得 是腦袋的一個聲音 然後我不想 我不想要 呃 我不想讓他這樣流過去 我想要把它進入下來 所以我才開始寫歌 對 大致上 創作的脈絡是這樣 所以 銀秀的那個 Facebook 可以從我們大聲風的網站 進去加 然後 進入銀秀的裡頭 可以找到 一萬的 配合 還是 往路上 打個 外出配合 就會出來 然後呢 現在 呃 大家已經到一段過的了 今天 還沒有到 還有牌的 你可以猜 對 然後大家一定要 花了他的